我和我老公都是二婚 都说二婚相处很难 我没有想到能有这么难 我一心一意地想要和他好好生活 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但是事与愿违 我老公并没有拿出百分之百的诚意来对我 我现在都后悔二婚了 我爱人是个特别善良的人 对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都特别好 也为我付出了很多 但是他就是有点太计较了 经常因为付出的多心里不平衡 我希望他能够相信我 相信我能给他想要的生活 有请女队夫妻有请 男嘉宾孙先生43岁来自山东职员 女嘉宾刘女士37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算老夫老妻不 不算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二婚 认识多久结的婚 结婚多久了 我们认识了有不到一年就领证了 然后现在过了不到两年 有自己的孩子吗 没有 今天为什么而来呢 我们相识也是经过一个朋友介绍 那时候我已经离婚有四五年了 然后刚好朋友的一段饭局吧 觉得这小姑娘平时几下爱开玩笑 比较活泼 就想去交往一下 认识一下 然后后来我们发展得也不错 但是结婚之后呢 有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产生了一些矛盾 上一段婚姻里都有孩子吧 都有 你是个儿子对吧 对 你也是个儿子对吧 你不是会儿子对吧 对 你不是会儿子对吧 你不是会儿子对吧 对 你不是会儿子对吧 你不是会儿子对吧 对 我不是会儿子对吧 对 一个星期 他就直接就转了给我十万块钱 就认识了一个星期 对 就给你转了十万块钱 对 我当时就很感动 我当时就觉得吧 你说一个男人能够把这个钱 这么多钱 他认识这几天就转给我 肯定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的 那也有可能是他幼稚的 或者有可能他是个骗子的 都有可能对吧 真单纯 这不就说吗 这后来是不是 因为这几年挣钱都挺难的 他把就是在我们认识之前 买了一套房子 每个月吧 都得还房贷 车贷 就得交你一万块钱 我当时就在想着吧 你看人家把钱都给我了 你说人家现在没钱 交车贷 房贷 我是不是也得拿出来啊 是啊 到了后来这不就是 房贷 车贷追的 天天就是这样 我一看那钱 都让他给抽回去了 然后我自己还搭了好几万 因为我所从事的行业就和工程相关 一定前几年那个工程也不景气 所以说收入就是和前些年相比 就是下降了很多 但是你看最让我就是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吧 我离婚那时候我就是断得很干净 他吧就是跟他前妻老是就是 老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老是联系 这个就是我很接受不了 我们当时刚认识那会儿 他前妻也知道我跟他谈对象了 那时候半夜里给他打电话 都到十一二点了 他妈上班吧 就是一个月呀或半个月见他一次 这时候呢 孩子就被带到他妈那边去了 然后半夜里就给我老公打电话 就说啥呢 说你看你抓紧把孩子带回去 孩子在这调皮不听话了 我老公连跟我商量就不商量 拿起衣服穿起衣服就直接就去了 那你说让谁能受得了 你是去见孩子还是去见你前妻的 那去了之后 是不是很快把孩子接回来 还是在那儿过夜了吗 这总有标准的吧 没过夜 那不就接回来了吗 他把孩子接回来 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你现在是我的对吧 你怎么能让你前妻就是 那他前妻不就是在挑拨你们的关系吗 你动点脑子想想不就这么个事吗 就是恶心你们 这事有啥呀 说明他没什么 是吧 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们应该理解一下我的前妻 是吧 孩子之前 这事你解释吗 还要解释吗 你解释得通吗 你抹过去不就完了吗 我真是 你这脑子真是 你头发去哪了 你头发去哪 不是都说头发少的人聪明吗 你什么情况呀你 那个我就想 不是为我前妻说话 因为那个孩子我们离婚之后呢 是我一直一直的我在带着 然后有可能突然加入一个人过来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不放心孩子 担心孩子受委屈 但是我和前妻的联系也仅限于孩子 其他的方面没有任何联系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生气 你说这个我就来气 你看我就说嘛 我都给他划过去 他要自己解释 那你就气了就气吧 说吧 前些日子更过分的是啥 给孩子买了一个电话手表 学校里人家规定 不允许孩子带电话手表上学 我问他 我说你看孩子怎么那个 带着电话手表上学呀 他呢就是支支吾吾的 也就是稍微有点掩饰 也不解释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行呢你前妻你说 买个电话手表 让孩子天然带到学校里去 你是不放心学校里教育问题呢 还是不放心在我这呢 我都带他一两年了 我对孩子好不好 那你说你不知道 还是你前妻不知道 还是孩子没告诉你前妻呀 还有之前那一次 孩子抱的一个就是 出去旅游吧 学校里组织的 你说你他妈给他报名的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 后来呢 孩子给我们说 说他妈给他报了一个班 让我们把他送去 我们就在想 你说他妈已经给他报名了 都交钱了 那我们就让去吧 结果你说他去了发生啥事 一共一千五百块钱 他妈就给他交了 五百块钱的定金 后来我们得 把那一千块钱给补上 因为当时的钱都在我手里 就跟我说 你看孩子他亲妈 给他交了五百块钱定金 现在还差一千块钱 怎么办 要不这个事我估计哈 我要不知道他就不能跟我说 那你说把难题给我了 孩子就在那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能让孩子受委屈 能觉得我不好吗 对吧 我这不是说你骄傲吧 后来回家之后 我留给他闹了一下 其实这一点 我也想不明白 你说平时你对孩子都好 孩子的要求你都能够满足 是不是 孩子夏令营这一千块钱 我觉得你没必要那么计较 当然有必要了 你傻呀你 不能说前妻做事 这个做好人 我来付钱吧 心里过不去吗 不就这么想的吗 你的脑子稍微动一动 好不好 你看人家主持人 同样为男人 人家都能理解 那你怎么不能理解呢 我头发比他头发多呀 对吧 他头发少得太聪明了 他不往那个角度考虑 就第一派已经听出来问题了嘛 因为有一个孩子 先生跟前妻还有联系 他的前妻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或其他的问题上 会给你们的关系 带来一些障碍 对吧 或者阻碍 你们不知道怎么处理 刚才我可听到一个细节啊 说你管他的钱啊 你说如果不是 他的钱都在我这儿 我还不知道 那一千块钱怎么回事 但你们俩现在的经济模式 是什么模式 他的钱都交给你吗 那是一开始领了证之后 那一段时间还都放在我这儿 到了后来吧 确实这个钱吧 还车贷 房贷 没有什么余钱了 所以说他也不给我了 那他车贷和房贷 还自己还吗 是自己还 但是有时候不够了啥的 是吧 那你们就没商量 商量应该怎么办 因为毕竟是一家人了嘛 我给他商量了 但是商量这不 商量不通 又到这里来了 说说商量了 什么商量不通 来我们这儿 你说 就是不光那个事 你看还有房子的事 怎么了 房子吧 是他婚前刚买的 但是你说我们俩吧 他是独生子 我吧就是 我和我姐 我姐离得挺远的 家里老的也得靠我 我们两边老的都七八十了 我就在想着吧 你说老的四个老的 慢慢的就是都需要花钱了 还有两个儿子 慢慢的这个教育都得花钱 是啊 我这不就在想着 花销的地方太大了 我呢也不图他啥 我就想着吧 就是现在先住着我呢 始终就住着行了 因为我妈也挺喜欢他的 觉得他很实在 就是我们俩吧 不用放在我们这个房子上 再花钱了 就是把这省下来的钱呢 以后用在孩子教育 孩子的成家呀 包括找工作呀 包括这个 是吧 台里呀 包括这个 你说你这房子是不是的首付啊 董事长 你要干嘛吧 我就是想着这个房子 我想让他卖了 哦 住你那儿 把他贷款的房子卖了 对 还房贷还得还个十七八年 你想想这十七八年 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哦 你不想卖 对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吧 刚好在房价最高的时候 你说现在如果卖 我也咨询过 最起码得四五十万块钱 就没有了 你现在卖还不一定卖得出去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是一个男人吧 我觉得有一套房子对我来说 或者对家里老人来说 他心里比较踏实 虽然说现在住在你那边 但是我心里想着还是 这两年就是把那个房子装修一下 我们早晚要搬到房子里去住 你说我整天住到你那边 虽然说房子够用 是吧 你那边也挺宽敞 但是我觉得总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我问问 这房子卖了以后 这钱怎么处置呢 这个钱呢 就是放在他那里 放在我那里 我都没有意见 我就想着吧 就是我竟然要跟着你一起过日子了 我就要为以后的生活做打算 我不能就说老的到时候 万一身体有啥不舒服 或者说孩子考大学了 或者说孩子需要什么什么钱了 拿不出来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 把你那房子也折个价 对吧 他那房子卖了 交你一半的房费 房子上这本上 写你们俩人的名字 不就得了吗 不是这样 我们住的现在这个房子 是我妈家的 我还有一个姐 所以我们家那个房子吧 挺大的 所以其实 她的担忧就恰恰在于 要是你母亲让你们搬 她也没地方可去嘛 对吧 我母亲不会的 我母亲很喜欢她 房子的问题我们听明白了 未来你们在一起过这个工资是 就是家庭的这个财务收入 大概是一个什么模式 就是怎么去管理 有些再婚家庭是A一致 各花各的 有些是说女人上交 有些是男人上交 你们家啥模式 我们以前就是她把钱交给我的时候吧 就是我们都在一起 就是现在吧 就相当于就是 她拿她的 我拿我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每个月除去房贷车贷 剩下的也就够日常的 什么零花用 没有多余的钱再交给她 接受吗 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家不能有什么事发生啊 所以其实好像这个感受会更好啊 她把所有的钱都交了 对吧 从您这儿过一道 哪怕您去还房贷 您去还车贷 您再批给她那个钱 心里可能又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今天来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把房子卖了 这是我的心理压力 懂了 还有一个就是跟她前妻 她必须就是断绝关系 就是不能再联系 哪怕你有事你跟我联系 她的前妻 为什么就是老是放在我心里 就跟一根刺一样 就是之前我跟那个孩子 就是她那个孩子 就是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我说你放心 我说你爸爸找了我之后吧 我会就说那个一起 就是跟你爸爸一起爱你疼你 对你的这个一点都不会减少 她当时我跟她孩子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到了后来慢慢就说 她前妻就是介入的太多 老是联系 就是她孩子也不听我话了 不听你话很正常 马上她妈的话也不听了 马上进入青春期 谁的话也不听了 做好准备吧 听明白了 核心是我们现在 经济压力太大了 我想的办法是 通过卖房减轻 我们的经济压力 对吧 对 南方不同意 对吧 再加上又吃着 南方前妻的醋 所以觉得这日子 怎么过得 突然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了 原本是幸福的 对吧 对 现在等于是 经济上有点困难 对吧 情感上有点被人挑战 是吧 对 觉得自己付出 白付出了 对他儿子也那么好 对他也不错 对吧 你骗我 你给了我十万块钱 你全都给骗走了 我还贴了好几万 你啥打算 还要不要好好过日子 先说 先表态 要好好过日子 好 接下来问你三个问题 是好老婆吗 是 是好妈妈 是 你喜欢她吗 喜欢 OK 是好老公吗 还行吧 是好爹吗 是 是 这个是一致的 你还喜欢她吗 反正 她如果继续这样的话 我就不喜欢了 听明白了 你得在经济上解决我们现在的困难 你得在精神上和你的前妻彻底地分手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这可咋做呢 来 老师们 帮帮他们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老公兄 确实 再婚 我们不仅是 人要走在一起 更需要的是 心要走在一起 你们两个人 人走在了一起 心并没有完全走在一起 我们说 再婚家庭的矛盾 不外乎 房子 票子 孩子 在你们家 三样 全部出现了矛盾 现在有一些 再婚夫妻 总认为 爱情 已经死在头婚上了 我们二婚 只是相伴过日子而已 所以心中有很多的小九九 有很多的防备 您刚才说 那套房子不能卖 是因为要亏三四十万块钱 难道真的是为了亏钱吗 但是由于是再婚 这样的情况很多 有很多的再婚妻子 非常智慧 对这样的问题 就是装傻 不提 没事 哪天你愿意的就愿意 如果我们两个人走一辈子 这套房子也逃不了 当然您要安全感 他也要安全感 他还有一个孩子 他现在生意也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认为更多的相互体谅 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 否则会直接影响到 你们现在的婚姻 谢谢 谢谢波红兄 小鱼老师 我们当然是希望通过一些方法 来去缓解当下的紧张 但心里那小九九一算 什么方法都没有用 说白了两个人 现在就我们看得明明白白的 都在争自己的安全感 都要自己合适了 别吃亏了 这婚业子一旦这么过的话 怎么算都是输 刚结婚没多长时间 尽量界限画得清楚一点 不要碰别人的安全感 比如那个房子 他说他做 那就是他做他说 他不说他不做 不要逼他 逼出来的只能适得其法 第二 因为有孩子 你让他和前妻断绝联系 和你联系 这是一个成年人说的话吗 那个孩子是共同友的 这一辈子他俩的联系 是不可能断的 当然 男方要负起责任 该拒绝的拒绝 既然引起现在的妻子不高兴了 如何把这矛盾降低 这是你的责任 一定要考虑 真正对方的感受 这个问题恰恰是你们俩的核心 好好反省吧 谢谢佑老师 珊娜老师 我觉得再次选择走进婚姻的人 其实是要具备能力 智慧和格局的 如果没有能力 没有智慧 没有格局的话 再次走进婚姻 那其实就是在给自己 挖更大的一个坑 让自己的人生 更加不幸福和痛苦 女士今天来到节目 两个诉求 我觉得你这两个诉求 都无法实现 让她卖房子这件事情 她就是给自己的儿子留着 那你说她把这个房子卖了 以后她儿子娶媳妇 她要是那个时候没有能力 她怎么结婚呀 如果像你说的 她这个房子给她儿子留着 那我也挣了钱给我儿子留着 那怎么过日子 你可以呀 你也可以给你儿子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的 那这样我就接受不了 这种过日子 你给你儿子留也没错 没有人会指责你呀 我们都觉得这是人之常情的 你看这就是我 为什么要卖房子的原因 我们俩当时一开始领证的时候 她就把房子填上我的名字了 我其实第一段婚姻 就是啥也没要 所以说我跟她一起认识的时候 也就是这么就是 开玩笑说了一句 我没想到她把我说的话 全都当真了 还有就是我们领证的时候 她就把她的房子 其实你说我们俩在结婚之前 是她自己的就是婚前财产 她就是写上我的名字 我很感动 所以女士我觉得 她如果做到这一步 我反而觉得这房子 你更不能逼她卖了 因为如果她没有写你的名字 你觉得她在藏着一些 自己的小心思等等之类的 但她如果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 更不能站出来 逼她说你把房子卖了 老师您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就是工资 已经不足满足我们的插贷房贷 还有家庭开销了 还有我们老的就是都身体不好 我不想让老的之后 老的需要钱 那我想问一下你 你不结这个婚的话 你的生活质量是会发生改变的吗 还是说你是结了这个婚之后 你的生活质量下降了呢 下降了 所以你需要让她把这个房子卖了 恢复到你之前的生活质量 恢复不到之前 我自己可以把我这边的 就是条件各方面 我都可以安抚很好 也可以拿出一部分 就凭着她对我的这个心 我也可以好好照顾她的父母 还有她的孩子 还有她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几年情况下 我干的 我的工作也不是特别稳定 收入不是很稳定 包括我们俩现在工作加起来 已经不足够满足 我们每个月的开支了 所以你需要就是 你们通过一些 要想办法 让你们现在的生活质量 稍微提高一些 对 不要现在压力这么大 我听完你刚才说那些 我依然告诉你 你让她卖房子这件事 她做不到 你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 你们可能再开辟 另外一个事业 或者通过这个兼职啊 等等之类的 去改善你们的生活条件 你让她去卖房子这件事情 她做不到 还有前妻不能联系这件事情 她也做不到 就是你嫁的这个人 她本身在这个世界上 就有一个 有跟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这个人 她怎么可能断联系呢 不可能的 所以我要跟您讲的是什么 就是你提出两个诉求 你要看这两个诉求 是否能真的实现 不要把自己困在牢笼当中 所以我觉得 在二婚的家庭当中 再次走进会议 你一定要有智慧 你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 你要怎么跟她去谈 你希望她做到什么程度 需要解决什么实际困难 你不能一腔热情的 然后自己把所有的事都做了 然后自己所有的苦都吃了 最后让对方误解你 这是不行的 明白了吗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明娜老师 您在嫁给她之前 你有什么 没房子对吧 有房子 那么为什么你名下的房子 不能卖了 她的也卖了 你们两个人一起 再干点啥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 为什么卖她的不卖你的 我那个房子 买的就是一个学区的房子 我就想着孩子 到时候能上学 但是我没有多少钱 打工没有多少钱 我买的是一个阁楼 再问你上一段婚姻吧 你说从上一段婚姻 离婚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带走 什么都没有带走 是的 为什么 我不想跟她有任何瓜葛 所以你的前夫 也不需要给孩子付抚养费 对 那你为什么要拿你的上一段人生 来惩罚你现在的丈夫呢 你的男人在娶你之前 展示了比你更大度和开阔的 迎接二次婚姻的一个准备和胸襟 不管是傻乎乎的交十万 还是急不可耐的把房子加密 不管怎样他都做了 没有对你提任何要求 你没有任何吃亏的 什么叫做我结婚之后 降低了我的生活标准 你的生活没有降低任何 你也没为他们付钱啊 那套房子卖了 我们眼下就有多余的钱 有多余的钱 我们就能够干很多事情 当初离开那个男人的时候 一分钱都不要 现在一个好男人放在你面前 你却要逼着他吐出 他已经跟你分享的这笔钱 然后一直要逼到他离婚吗 听下来我大概听到了 另外一个版本 我帮你说啊 看我说的对不对 我不问钱服药 是因为我巴不得 早点离开那个人 对 对吧 只要我离开他 我就获救了 是这个意思对吧 是 这是我的第一个理解 第二理解关于他的理解 因为我想跟他过日子 现在我们的日子 过得太难了 我可能也想不出 更好的办法来 我能想到的 可能是个蠢办法 但是至少能让我们 现在渡过难关 这个办法是把 我们名下 共同的房子卖了 对吧 对 这个在道义上面 肯定是被人说的 为什么被人说 这钱你也没出过一分 对吧 人家是出于爱你 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了 现在你要变现这个房子 你肯定被人说嘛 对 接下来我特别想问 男主任一个问题 面对现在家里的窘困 您有什么办法 当下的环境 我们家确实面临着 经济上面的一些压力 是吧 因为我们有车贷 还有那套房贷 最近我们的工作呢 也和之前的收入 就是下降了很多 所以说目前我们一方面 就是去寻求 增加收入的一些途径 其实对卖房子这件事 我这边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这里面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有人以一个极好的态度 交出了所有的财产 但是到头来发现 其实他什么都没有给 彩礼还了房贷了 房子写了名字 却严重贬值了 看起来他给了所有 态度是好的 但是在客观上面 他什么都没给 我说的对吗 可是就是因为 他的这个付出 给他带来了诚信 大家觉得 哎呦 这个男人好老实 是吧 他给到了所有 是吧 其实你给了吗 没有 你给的是态度 你现在等于收入 只能够去管房和车 对吧 对 所以房和车就变成了 这个家庭最大的负担 他们拿不出其他的钱了 变成这一个女人 就要养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爸妈 还要养这个男人 和男人的儿子 以及男人的父母 是这样的吗 是 所以这就是 你委屈的地方 对吧 我啥都没拿到 我就拿了个空 然后所有人说 你看这个女人心机很重 这不就生活的玩笑吗 我相信他给你的时候 他是全心全意 想跟你过日子 你说是还是不是 是 我也相信 他给你的这些东西之后 实实在在地感动了你 你说是还是不是 是 我倒觉得我们今天 有点小看了他们自己二婚的那个决心 挺难的 挺不容易的 这是一个共同的困难 不是你要想住 未来 是不是应该家里的顶梁柱想住 房子卖不卖 绝对不要你说 爱卖不卖 就一个命题 现在家里就没钱了 房贷还不了了 车贷还不了了 您作为家里的男主人公 您告诉我说 我是老婆 我一弱女子 我该怎么办 所以你们这些女人 有时候也是奇怪 这个时候 你把自己变弱 你不就获利了吗 非要募强 他也不说 我等不着 等不及 我就 你就找他要钱 不就得了吗 就老公给钱 不是 这个月没钱用了 不就玩活了吗 你看 老公要交房贷了 老公要交车贷了 老公 孩子上学要花钱了 老公 我们干嘛 这就啥了不起 你看他前妻 用钱用起来 他很有方法的 比如我先给孩子 报了一个活动 后续的我不管了 你看活动都报完了 对于你 你也完全可以这样 不用口口提钱的事情 你只需要买个什么东西了以后 什么亲情付啊 带转 把链接转给他 老公付一下账单 不就玩活了吗 这事儿 你看米娜老师干的 特别练路 非常熟悉 你看 所以我每天活得多么自在 对对对啊 美美的嘛 美美的 就是 其实说白了就是 心里有爱 弱一点没有关系 回到生活里 看你啦 一起进入真情 进入真情60秒 老婆 我知道你是一个心境很善良的人 对我 包括对我的家人 孩子都还好 是吧 那个 既然我们选择到了一起 我也会做好我自己这边应该做的事情 让你不再为我们的事情 是吧 有精神上的压力 经济这边 我会要么去再寻求新的工作 或者高收入的工作 是吧 实在不行 那个房子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说你不要有任何压力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完全在于就是自我感动 你对我的态度 但是后来我没想到二婚那么难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吧 我不是说想让他妈跟他不联系 我想的是让他呢就是要喊家暑假联系 平时我没带 能让孩子更好一点 其他的 还想着这个呢 你是真轴啊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金银APP 天津FT网络电视 外市打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本期的完整内容 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一直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 开动的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 连迈他们 我们看他们夫妻自己的选择吧 来 请开门 我们祝你们幸福 开心 来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再婚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那个我们以后的生活中 多谢理解 相互包容 我们一起走到白图 行 就凭你说的这句话 以后无论怎么样 我陪你走到我陪你走到以后 谢谢各位老师 真的好的呢 这个再婚夫妻挺难得的 好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